沒習慣 真的沒習慣 是不是怎麼辦呢 我問你們這怎麼辦呢 怎麼戴過我從來沒有啊 從來沒有 就要募款 然後要拍電影 然後有些粉絲就會很認真的 去了解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 我沒有講任何機構 然後講說 你要不要來投資 希望大家三思 那我也希望 那些業者真的是 是什麼事讓我們好脾氣的美鳳姐 這麼動怒 原來是近期有詐騙集團 利用她在業界的優質形象 冒充本人私訊粉絲 要集資700萬美金拍電影 而美鳳姐擔心粉絲上當受騙 更是急忙呼籲 任何不是從她攔勾勾粉專 分享的訊息都不要相信 除了集資拍電影 還有各種用她明目成立的 詐騙粉專 也讓她無奈直喊 真的防不勝防 有些真的很無奈 我們PO的東西 或帶人的東西 常常會被拿去 不像的業者 就拿去PO他的東西 那東西是沒有保障的 然後亂用我們的肖像 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很多都支持我們 是因為相信我們 每次我代言任何東西 公司跟我都會去 適的了解 適用然後再去了解 所以有些並不知道的 一些產品 他就用上我的照片 我現在很多業員 都深受其憾 這是很困擾 每個人說就請他去報警 也不了了之 所以我覺得消費者 自己也要稍微放去 就是有藍勾勾的 然後有些就是 你必須要到哪裡去 不要隨便就 看了那個廣告你就去買 那是沒有保障的 萬一是吃的東西 對自己身體也不好 希望大家三思 那我也希望那些業者 真的是憑良心 這個 防不勝防 那美鳳姐 因為就是這些不孝業者 用了你的肖像 那你有想要就是走法律 途徑就是 罰自己的一個政策 有很多人都會說 去警察局報案 然後請律師 好像都 也沒有辦法 真的有一些很很強的作用 就是到底他怎麼去取締他們 他們可能遠在哪裡 用一些什麼有都沒有的帳號之類 只希望消費者還有粉絲們 就是自己睜大眼睛 多去了解 而且有些是用我的照片用 然後就是FB 沒有藍購物不要隨便相信 真的 買東西也一樣 不要隨便就 聽信然後就去買 然後代購我沒有代購 而美鳳姐先前在臉書發文 表示最近到香港旅遊時 不慎掉了皮夾 此事也引起現場媒體的關心 但沒想到事發當下 她第一句開口說的話 竟讓大家小凡了 皮夾掉的時候 那一項是因為我買了 我很喜歡的一件美服 我想說在什麼的時間可能拿出來穿 那也很漂亮 然後她剛好有一點折扣 我就好買了買了 我就開始拿我的照片 包包太大了 就很難帶了一堆 那些哩哩哩哩 乾脆整個這樣倒出來 確定真的不見 本來還想再找一下 圍巾拿起來 什麼再找一下 可能是放在哪裡 沒有整個包包倒出來 一大堆東西 真的找到還是要說 卡不見了 包包都不見了 然後當下有一點 怎麼辦 然後他們說 怎麼會不見 但是我接著第一句話說 誰來卡見我 那禮服有海盜嗎 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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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禮服我很喜歡 我看什麼 不會 大概台幣算下來大概 三百萬 沒有 打完折差不多十幾萬 對 但是打完折有十幾萬 我覺得值得投資 因為對我們來講 有些東西你就 我們時候需要投資 某些場合 你要讓這個媒體朋友 攝影大哥 不要每次都 阿你都阿捏捏 阿你阿捏 會不會只穿一次就 通常穿就沒了 除非 哪次就是去 東南亞做秀 這些我都可以把它累積起來 然後再好好安排一個秀 然後那個服裝 又可以派上用程 但是基本上 那個投資還是需要的